自己投资了20年 什么分析工具都几乎听过用过 什么RSI背词 烈口一定老 死亡交叉又不交叉 浪败过我今次和青春 最后发现统计是最实际 我以back test 成工具 一起揭开一些假分析的面具 不要再走我走过冤枉路了 大家好 刚刚过了圣诞 和来到新年了 一月都未过去的 今天交投智慧 当然是趁着这个机会和大家说 一月呢 对于所有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的启示或者影响或者统计 和大家说 譬如我们最常听的一月效应 但今天的节目就会讲多一点 因为外面没有人讲的效应 我们都会back test 出来的 当然有人讲的效应 work to work 我们一纲人都会讲出来的 首先欢迎来到交调和智慧的节目 还有很多其他讲美股 讲投资 讲房地产 讲生意的 全部都会在这个channel里面 和facebook里面 和大家去讲清楚的 当然记住订阅我们的channel 和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记住了 如果大家已经加入了一段时间的话 记住了 我们下个星期正式的 我要做附庸的app就会面世了 所以大家就不用再烦来 去到youtube看这些东西 有些不在youtube有些app里面 现在会在这个我要做附庸里面的 当然我们面说 还会是大概有一段长的时间 两边app都会运用的 那你说我想干净一点 就这样看我要做股神的股 那你只看旧app 都会有所有股片在里面的 那大家敬请多多支持了 那以下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 可以做back testing呢 都欢迎下面 内讯和我们在comment box 说声我们都会去考虑 去做一个back testing 总之对市场 对大家最整个投资环境有贡献的 我们都会做 因为我们全部都可以用回统计 去做一个对的部署了 那一月呢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月份 因为一年开始 大家有理无理都会很突然很吵 追于新一年 大家努力一点 很多计划这样的 那我们第一个的问题看看 如果一月的升幅 会不会给上年的走势影响呢 那就是上年的走势 会不会影响一月 或者一月的走势 会不会有这样的启示呢 其实我们看好 又是要去回恒生指数 历史已经有的 一旦生之后 每一个一月都从统计 那我们看回 原来一月和上年的走势 只有57%的关系 那就是轻微多过一半 那如果你本身做algo trading 你觉得57%是OK 没问题的 因为呢 你就可以做mass trading 就赚了一点的套单 不过啦 现在呢 只有47个数据 然后只有50% 我觉得名准率就低一点 那所以呢 有些人呢 有少少人说呢 上年的走势 也会蔓延在一月的 那其实呢 没有这个关系 因为呢 这个关系是今次这样而已 上次去年升 今天一月就在升 你就去说 大哥 你拿回这么多年来说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 去年升 一月呢 在今年去到一月尾呢 都会升 千万不要这样计 那么留意 就是这么巧 都是一次的关系 那你说 12月 刚刚过去12月 如果升的呢 会不会对一月份升跌 有个走势呢 就是12月和一月 因为现在是什么 12月升的嘛 也是 一月就又升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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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回了 不效的 55.32% 大家明白了 五十几%呢 在小数据来说 是不效的 以一千个或者一万个数据里面 有五十几%就效 就有得做大幅度的套凳 但是呢 今天呢 这个两个谣言呢 首先打破了 那么基于具体上来说 一月的红盘效应 可不可以对全年的走势有个预测呢 因为有加速 我们由1、2、1、3、1、4 都不断和大家更新的资料了 其实恒生指数来说呢 的确有多一点的关系了 因为去到六十 超过六成的了 即是六十二%差不多去到 那么过往这么多年看下呢 差不多有二十九次 如果一月的走势 接近和之后的走势相同是有六十几%的 如果你只是拆开 因为这里是监 已经下跌的 即是如果一月都是下跌的话呢 全年就会跌 所以是非常之可靠的 如果你拆开只是升的话 一月升完全年升呢 其实高达七成零进率 就是我之前的教学和大家说过 所以这个呢 再重新再深入一点和大家说 如果加上升和跌呢 虽然低了 都是有它的启示的 加上如果今天呢 一百年或者未来的每个一月呢 你可以看回整个一月底是升的话 其实有大的机会呢 更加大的机会呢 它全年都是录得升幅的 当然呢我说清楚 没有说是 没有说是十二月高位 就是十二月是全年的高位 没有说过的 不过 我们之前的家庭节目说过呢 十二月通常呢 都不是低位 记不记得吗 我们有这样的感觉 通常一月是低位 很有趣的一个集 你可以看回那个集 所以你可以感觉一月呢 是有它的独特性在的 很有趣的 所以我们可以如何优化呢 我说一月效应呢 我们用天花龙鳳 我们在说一个数据就是 因为一年呢 有十二月份的 不要只一月啦 会有第二个月份 原来同一年的相关性 的关系是大过一月 还有很有关系呢 那么你明白吗 那么就做个统计 做四十七年统计 美国就做六十年的数据 那么香港恒生死数呢 你发现了 十二月的数据呢 是最吻合的 那即是呢 十二月如果是升的话 全年的关系有七成的机会是升的 那又不知道什么 就是你去到十二月才知道 也太迟了 所以反过来 如果全年趋势在升的话 就像去年那样 去一七年那样 十二月有七成的机会 都是会录得升伏的 反过来这样去做 所以呢 这些back testing就有趣了 哪个dependent variable 哪个independent 其实不去到结果 你都未必知道的 那你做大量back testing 你会知道的 所以就像去年那样 你要重复一下 不要错了你的机会 十二月呢 其实有机会叩上来 结果十二月少少跌 十二月就冲回上来 创新高 是刚刚守不到三万点 但是说什么呢 三万点就是用来破 一百年一开就破了 所以今天呢 暂时录片的时候呢 应该还是不错 那当然啦 一路呢 这些这么大规模的街路指挥 是当是一个教学 你什么时候看都可以的 那因为这个是factual 一些fact不是分析 不会过时的 那希望就是这样做 那你说了 十月也是很迟 那也好像被动一点 那你要看回另外的数据 是最高的呢 你会看到九月呢 都是不差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六七月呢 两个月呢 都同时间是高一点的 那好玩之处就是 整个六月七月呢 基本上它是比较高的命进率 比较相关性比较多 和时间比较长 所以你做的部署 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功课 那又是了 六月七月 那基本分析原因是如何呢 那刚才说的了 第一十月的相关性最高呢 因为你讲上次的交流节目 讲过了 恒生指数来讲 只是恒生指数来讲呢 十二月呢 是多数不是低位来的 所以呢它反映到七成的机会 都是不错的 那所以呢 你见到六月七月呢 六十五点百分析又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恒生指数呢 已经过了一半是中国的A股 或者是中国上市的公司 即是中国的股票来的 那但是呢 中国呢对于半年结是特别敏感的 譬如呢 几年前炒的钱方呢 亦都是六月三十号 即是六月三十号 那一棵是钱方来的 所以我见到呢 在半年结呢 是可能有这样的转变 如果半年结没事的时候呢 应该一年都相干无事了 那如果呢 你看看美国有没有启示呢 其实美国启示可能更好用 因为呢 美国就是正正最高的相关性数呢 就是一月的 如果一月是绿德升幅的话呢 有73.33%的机会呢 其实呢 全年都会录得升幅的 那所以呢 你今天见到 现在呢 就是我录片时是一月开头的 那所以呢 如果只剩一月的时候 你看片时是准时看的话呢 其实还有少时间去看回 如果是的话 这一年呢千万不要走鸡了 那就是什么呢 年初你可以看美股有个数据 香港可以做个参考 去到年中呢有香港 去到九月你亦都可以去香港 去到十月呢 已经写定了整个表了 因为去到十六月的时候呢 其实美国都有七成的 六月的时候 去到年底呢 美国都有68%的 其实呢 梳立呢 大家都是一月 年中和月底的 很有趣的 但是呢 美国在一月呢 就命中得高些 香港呢 命中得高的是 在月中和年底的 所以呢 是几时 都是有投资机会的 希望这个得意一点点 探讨入一点点 叫做月份的效应呢 今天我们新做给大家看 你不一定是一月效应的嘛 六月效应 九月效应 十二月效应 都可以的嘛 所以呢 继续看这个交流节目 那我包補呢 不可以包補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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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